奶油放室温放软以后就放糖下去搅拌 那搅拌到翻白 这样子才能够依序开始加入那个打匀的蛋 那蛋打得差不多的时候 就要让它有合在一起的感觉的时候 才能够开始拌面粉 那面粉也是要分吃拌 不然会很重 应该要说分吃拌的话 它比较容易慢慢吃进去 慢慢吃进去 其实我后来还是绊到手酸了 看来这一次做40颗酥皮还是有点沉重 准备来做凤梨酥 找出模具20个 本来要选土凤梨 但是竟然缺货了 所以就随便挑了一个凤梨酱 把凤梨酱分成40颗 接着把酥皮分成40颗 然后把两个组合起来 算是比较简单的吧 再来就是塞进模子推进烤箱咯 也不用发酵 所以其实做好想烤的时候再烤 我喜欢这种饼皮比较多 馅比较少的凤梨酥 我觉得好好吃哦 没有